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美国的headline 美国的社交媒体 推特 Facebook 轰锁了总统获写人亨特拜登 总统获写人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的丑闻消息 看台湾的国家机器 轰锁贾博士争骗子 蔡英文这个事件 来 泽淼宏 电机博士 是这样 这个 美国的总统先起 民主党的拜登 他的儿子出了大事 亨特拜登 他出什么大事 在2019年的6月4号 在美国德拉瓦州 有一个人拿着一部笔电 到电脑公司去修 到一个小镇的电脑公司 那刚好那个小镇 就是拜登 the original的地方 就是华盐地 最后因为这部笔电 掉进了水里面 他想说这个坏掉了 就拿去修了 就送修完之后 他以为想说 这个一定坏掉了 结果没想到 他把它修好了 这个电脑公司的人 把它修好了 这家电脑 小电脑公司 就是跟他10月那时 也能修好 修好以后 他怎么 过了九个月 他一直联络 这个修电脑的人来拿 他都不来拿 而且电话也都没有人接 什么东西 联络不上 结果他把电脑解开以后 修好以后 把他解开以后 发现 这可能是 现在民主动的 总统郝酸林 拜登的儿子 里面都是他 汉德拜登的所有的资料 而且这个资料 牵涉到吸毒 还有乱性 还有很多的事情 这个事情 就跟以前40年前 香港的陈冠希事件一样 夭壽 里面有吸毒的 有乱性的 甚至于跟乌克兰 天然气公司抽干股 亨特拜登 在那个天然气公司抽了 每个月抽5万美金 一年60万美金 还有汉德拜登 跟乌克兰的互动 以及他爸爸拜登 要求乌克兰总统 罢处 这个总检察官的事情 现在来说 因为美国法律有一条規定 如果送修的东西 九个月没有来拿 而且联络不到人 九个月没有来拿的话 那这个东西就可以归修理人所有 所以说这个修理电脑的人 他是没有违法的 他一看到这东西 他就赶快 最后他把这部电脑 就送给FBI 联邦调查局 送到FBI 但是很重要的 他把这个送修的电脑 送到FBI 他自己把他所有的 所有的那个硬碟 对考一份 这个对考一份 对我们 比较专精电脑 电脑中心的人 对我们来讲 这比较简单 我们就拷贝了一份 拷贝一份 一份下来了 结果没想到这个电脑 送到FBI以后 FBI连动都不动 连动都不动 现在总统 选举选举选举到选举 因为这一个修电脑的 这个小店的老板 他是支持川普的 他觉得这个事情很不可思议 结果他就把这个资料 送到 送到那个纽约 纽约 前纽约市长 朱利安尼 那地方 朱利安尼就把他交给那个律师 朱利安尼的律师 朱利安尼就是 当初双指星911的时候 那场案的时候的市长 朱利安尼 朱利安尼的形象是不错的 他们都是共和党的 现在朱利安尼的律师 慢慢一件一件的换这个消息 让全美国人看清楚 这个亨特拜登 拜登当副总统 他是如何应用他的总统的职权 再跟乌克兰运作 让他的儿子抽干股 甚至于到中国去 如何的怎么样怎么样的link 哎呀 那个等于说 现在是剥洋葱 一层一层 一层一层 慢慢丢些资讯给民主党 这些如果下去 可能 戴这个什么 戴这个 前总统奥巴马 都可能都会因叛国罪 都有问题 现在整个家 这个美国总统的双骨 现在纯粹了他都15日了 15日20日 因为是11月前三 要会发布嘛 会结果出来嘛 他现在差不多 差不多 半个月15日了 那时候 把这个 把这个 Hunter拜登的这个 筆电的所有的机密资料 这样release出去 夭壮啊 现在这些民主党不知道 要怎么选 要怎么选下去了 现在让我觉得很奇怪 就是 他把这个 党案 交给FBI FBI 就把这个案子 冻结起来 就当成冻结起来 我是觉得奇怪 像这种 司法 群制 单位 也有派系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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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这个 这个 修理电脑这个人 他比较倾向于共和党支持川普 他去交给这个 朱利安宁的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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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现在是 很警察 现在就是 而且 这个新闻 人家准备把它贴上去 透过推特 透过FBI 透过FBI 把它release出来 让全美国的人知道 推特 跟FBI 自己扮演法官 自己扮演法官 甚至有推特把 把那个 把那个 美国总统 他所讲的话 就把他封锁起来 不让他出去 所以说川普有一阵子 也很生气 你怎么把我这个推特关掉 把我这个推特 跟他我 谁知道在release资讯了 Facebook 都给他封锁 封锁这个新闻 封锁那个新闻 封锁到 你们别人叫他叫 叫叫的 彭文正彭博士也帮我叫 叫叫 现在我的FBI 不封锁了 我的FBI 现在变成不封锁了 所以说现在 美国的主流媒体 像那个网路上的主流媒体 推特 FBI 都封锁亨利拜登这个新闻 所以说 所以说你现在看 他封锁 封锁亨利拜登这个新闻 他扮演法官 你怎么可以扮演法官 所以说现在推特 他的CEO 也被检讨中 后市的发展 对美国总统的 整个选举的发展 民主党现在不知道 所以说 这一个礼拜 发生了这件 亨利拜登 就是 亨利拜登 亨利拜登 就是 这个拜登的孩子 亨利拜登 亨利拜登 出这个大总控 跟他乘贯西事件 一样 现在是这样 我的感觉 西方的民主国家 主流媒体 都是操控于各大财团 各大财团 可能都有站台 比如说 民主党 掌握了美国的主流媒体 Twitter FB 甚至 New York Times 现在主力安宁 是透过New York Post New York Post 出去 不是New York Times 不是New York Times 他透过New York Post New York Post Time 纽约时报 是走勤的 这个New York Post 邮报 是 又派的 所以说 出力安宁 把亨利拜登的 所有的这些 这些 浪费的事情 还有甚至于卖国的这些任务 全部交给New York Post 他不是全部交给 他是一部分一部分的交 让我们 我让我们感觉 这个事情 让我们感觉 两个的事情 连他把这个资讯交给FBI FBI把这个案子吃掉 他透过Twitter跟FBI 要把它release出来 也被Twitter跟FBI吃掉 所以说 在美国 跟美国总统 在Twitter上面的推文 都被封死了 所以说 你用这个态度 来检测 账死法灵犯 FBI也吃案 所以说 用这个现象 你看到台湾 夭壮 这件事 美国川普总统 他是执政的人员 执政党 执政人员 他也没办法 好好控制FBI 跟CIA 甚至于 他没办法控制 美国的主流媒体 New York Times Times New York Times 所以说 这个没办法 可以让我们过来参加 所以说 台湾 中时跟联合 这个部罩 部罩部罩 中时联合比较偏蓝 自由西博 比较偏利 等下 有线电视 有线电视 这个电视台 三粒民視主义 三粒 偏利 这个东森 现在更安 这个 所以说 这个现胸 美国现胸 我们可以mirror 禁设 到台湾的现胸 现在台湾的现胸 比较厉的是什么 所有蓝 利 所有的媒体 对贾博士 真骗子 蔡英文 这个事件 蓝力通吃 通通不报 现在川普 现在美国川普 对干 民主党的主流媒体 相信 现在 李空 一直在选 总统来选 什么 川普的民调 是曾经被做到 92比8 但是呢 川普就有办法 透过 小众媒体 比如说 推特 FB 相互之间的讨论 这些民调 民调做到高杉立美北 这边有什么样 这边是没做到 可能做到六十四十 但是 但是 我们看 民调 现在就是这样 现在美国 定于说 电视台有偏蓝 我们的电视台有偏蓝力 这个 美国有的人说 民主社会会很凶 老闆可能是挺男的挺立的 憑民主动的 憑共和动的 美国所有的情形我们台湾都有 现在是这样 现在我们的报线上面有在报 包括什么电视有线电视都有在报 说川普会返台 返回台湾 蓬佩奥到日本我们是在意测 现在我们台湾的媒体有来说 说蓬佩奥日本开会后 他可能会来台湾 但是还有人在说 川普会闲锋访台 而且美国跟台湾建交 我想美国跟台湾建交 这事情大条 美国如果跟台湾建交的话 相对的 中共就变成叛乱团体 所以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这个影响力很大 但是我们是认为说 如果改名 蔡英文如果把中华民国改成台湾的话 可能这条路 因为美国的国策 他只承认一个中国 承认中共联名 中国共产党的联名共和国 还是承认中华民国 如果说美台要建交 第一你一定要证明 你没有证明的话 中国就变成 中共变成叛乱团体 所以说这个 所以说 我们国内乡亲有人讨论 川普会访问台湾 甚至为了逼占中共 然后会承认 会承认台湾 他不是承认台湾 要承认中华民国 承认中华民国 这都是假的 因为世界上没有中华民国这四个人 尤其是不可能 所以说 乡亲有人 来讨论 美台建交 我是感觉 除非 中华民国 川普会认中华民国改成台湾 不然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现在是这样 人家说中共要武力换台 中共要福利换台 尤其十二人 这般各位 是可能会决定 全世界的台湾 因为十二人 是中共的五中全会 十九届人大 要决定习近平 能不能 当永远的总书记 因为他也没有 后继 他也没有提出后面是谁接他 所以他一定会干第三任 所以说 下面的人 因为现在内衣物外反 开始在想 真的是正面在对干 11月 是美国总统的选顾 现在 中共 中共 因为中共自己内部 内衣物外反 而且习近平可能又染犯了 染到了 染到了 中共病毒 现在这十月 到11月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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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上出现这个政行 所以说美国 有点巧合好 每日 在鹿鹅岛 美国和日本的年军 差不多五万人 当年五万人在鹿鹅岛 举行 太平洋区的 利剑夺岛演习 五万的 纯尖锐的部队 尖锐的部队 在鹿鹅岛这里 举行夺岛演习 利剑夺岛演习 举行夺岛演习 利剑夺岛演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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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刚刚到印度洋去演习 马上把他调头回来 又回到哪里 回到南海 而且举行大规模的伤亡演习 所以说中国共产党 你一直在挨在大小时 美国的标准的精锐部队 全部都伺岛 南海 伺岛演习 利剑夺岛演习 要看中国共产党 看你 因为十月二日 到底中国内部的出生什么问题 十月称三 美国总统 宣户要交接后怎么样 有 会不会发生状况 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 都会气泡 我想这个事情 其实共产党 我十年来看完 依照我军事科技的了解 那个博士班打小孩子 博士班打小孩子 但是中国人要民主啊 民主要给他 民主给他都八九天啊 所以说 中国共产党 我的感觉 十月二到十一月找什么 可能会有天崩地裂的 大状况出来 所以说在这儿 跟我们乡亲交往的地形 现在是 讲对 贾博士真骗子 蔡英文的事情 有枉油就在说 台湾变了 枉油就在说 台湾变了 变得是非无所谓了 我就说啊 总统是骗子 都无所谓了 还有一切 台湾的小孩子 还有什么好家教的 属性 蔡英文这个贾博士真骗子 我讲 如果他真的是博士啊 真理 是经得起 在anytime anywhere 以及四面八翻 随时的考验 是不必把资料 封存到2049年的 想说 哇 我电器博士 你如果在那儿 在那儿 爱说我电器博士 是假薄的 有的没的 我说你很简单的事情 anytime anywhere 甚至于在梦中你问我 然后我就 我就摇指 中央图书馆 博硕士论文 官学资料库 你就去查就好了 不然你在YouTube上查 查曾淼宏 博士论文 口试 这很简单的事情 真理 是经得起anytime anywhere 以及四面八翻 随时来的 的考验 不需要查封资料的 所以说 今天是 尽管美国社交媒体 推特 Facebook 跟美国这个民主国家 他的主流媒体 也会呈现这种 封锁 推特 FB 封锁了亨特拜登 丑闻的全部消息 你如果看台湾 贾博士真骗子 被封锁 有人就说 叫英国出来讲 叫英国 LSE 出来讲 他这公道话 我跟你说 英国LSE 你们要试试你们家的事 和我没关系 我没名字 我丢家人 你来这儿 带我两天 两天 推广班 然后议后呢 你如果没有主席 没有 要试试你们家的事 和我 谁付给我更多的钱 或是 我还讲点话 所以说 所以说 这欠英国 所以说 人在家中做 货从天上来 因为英国 是人还在说 现在反正就是这样 真理 创意闻 你若是一个真 真理 是 经得起 anytime anywhere 以及 四面八翻 的检验的 不需要把你的资料封存到2049年 让我们详细 交换地形 所以说 有的 我们台湾人 有的人 无知到 无知了 因为 这件事 当一个骗子 骗了台湾37年 而且还当到总统 台湾人竟然无所谓 台湾不是无知是怎么样 所以说 以上就是我对 从美国社交媒体 Twitter Facebook 封锁 汉克 汉克 拜登 丑闻的消息 看台湾 国家机器 的封锁 甲博士真片 才有你的事件 提供一个 一个 开港 这个资料 这个资料 给我们 向大家 大家 感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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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